今天我们讲这个Flash模型 这个模型是最新最强的 真的可以超越SD3 然后这个模型是由一个叫黑森林实验室制作的 第一个这个Pro模型 这个Pro模型只能用API串接 然后这是可以商用的 然后这个是不能商用的 可以在本机旁 这个是可以在自己的电脑 这个Share是更小的模型 这个也是可以商用的这样 也是可以在本机旁 然后呢 C站这里可以下载这个模型 我也会给你们Parking Face网址下载 这样 那这个模型要跑的话呢 这是最新最强大的 你一定要更新一下这个Comfort UI 这里update到Comfort UI 更新完之后按Restart 这样 因为如果是旧版的Comfort UI是无法执行的 好我来现在一步一步 跟各位说要怎么安装它的模型 要怎么就跑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Flash模型 这是一个新的模型 这个模型我觉得比SD3强大太多了 在这里呢作者有提供的工作楼 这里有工作楼 你可以下载丢到Comfort UI 丢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工作楼是我改过的 然后我先跟各位说这个要怎么用 首先呢你可以先进来这个Hugging Face这里 下载这个模型 然后呢 这个模型很吃电脑效能 你显卡16G的话 才可以跑 如果没有16G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下载这个轻量型的 这个 这个 或者是说 这里也有其他的 这个是 将近12G这两个 又是更小的 这个Flash模型 然后至少要显卡12G才能跑 这样 然后它的Clipper呢 它这里也有讲 就是说你主记忆体呢 如果只有32G的话 就用这个 这个 FP8这个 那如果有48以上的话 就可以用FP16 那这个呢 其实 我们之前讲SD3的话 就已经都有下载过了 其实是一样的 这Clipper其实是一样的 主要是这个路径 路径要怎么放呢 你如果是 本来就放目录的话 你就直接在model目录 unit model目录 放进去要unit 这个 直接放进来 这个大模型是放这里 这就不是放checkpoint 这个就要放unit 然后Clipper呢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你就是放在这个Clipper的资料桨 这样 都是在model下面 它这里都有路径 然后它也有专属的VAE VAE在这里 你就直接下载就好了 那它作者有建议是说 可以用虚拟主机跑 无方体这样 然后我是本来就都用无方体在跑 那主要就是说如果要 这个 我们要共享模型 共享路径的话 要怎么写 我们就一样也是打开这个 这个配置的 Example 这个 这个路径配置的 这个 这个.ym 这个 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我之前有讲过Clipper 我们就直接写Clipper 然后Unit 我们就一样 独立一个资料桨 从Unit丢进来 然后一样 MNT这样 这个都是无方体的做法 那你如果是 那个Windows 你直接用Windows跑呢 也是可以 Windows就是没有MNT 然后反斜线要改方向 这样 就改这样 然后一样你就下面 写Clipper 跟Unit 这样就可以了 那 他 为什么说这个模型 很强大呢 因为他坏手的几率 真的是比SD3来讲 小太多了 可以看到他的土豆 很优美的 然后 他的语意分析也是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我觉得很够用啦 然后这个工作流呢 他的尺寸预设是1024 我有试过 768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他是用YOLA 要采样器 采样复数是20 这样 LVAE在这里 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根本就不用写负面提示词 他根本就不用写负面提示词 那我这里是改过了 我有直接串接这个SDXL 这个风格的这个插件 这里可以帮你直接写风格 然后都有预来 你可以直接选风格 这样 直接串进来这个字串 然后再用Google翻译的插件 然后再用Google翻译的插件 你写中文翻成英文 然后第三格呢 他有ABC三格 这个我们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 ABC三格呢 你第三格 你可以自己补充你想写什么 这样 那这里可以预览 就是串接之后的结果 直接把它传进Clip 再传进这个 这个 这个 进阶的采样剂 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那你如果是第一次 跑这个模型 第一次的话 会很久 主要是看你的电脑 我第一张图呢 第一次跑 跑30分钟 那后来就正常了 大概就三四十秒左右 然后我跟各位说 就是说 你显卡16G的话 你才可以跑这些 那如果只有12G的话 就是 跑下面这个 那 这个呢 他预设是Default 但是我建议 不要用Default 会很慢 然后他显卡会吃很满 吃到16G块 那你可以选下面的 这样 然后我可以跑一次给各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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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给他的提示指是什么呢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一位神圣而哀山的男性天使 左边身体 与翅膀 唇白 右边唇黑 这样 这个效果很完美 当然语意理解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 然后呢 他现在也可以显示文字了 嗯 我来示范一次让他 显示文字给各位看 是什么 我给他一些东西的积极 我来示范到他 我来示范一下 我来示范一下 这些东西的积极 厲害拿著招牌 寫QK2000這樣 就是這樣喔 他這個文字能力也是理解的非常的厲害 這Flows模型 然後我有測試過 如果不在意細節的話 各位可以去玩這個比較小的模型 也可以去玩玩看 差別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大這樣 然後可以說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然後因為我模型呢 都是放在 都是放在Windows目錄裡面 都是放在Windows裡面 像這個Unitor VAE這些 都是放在這裡喔 所以呢我讀取的話會比較慢 像這個就跑了51秒左右 還有你第一次載入的話 你會比較慢 第一次載入的話是 一百六十一秒這樣 那沒有關係 你只要跑過一次以後 就很快了 那你可以不要像我這樣在 烏方機跑 你可以直接在Windows去跑 也是可以的 也會有很多人 可以來吃嗎 我們也會看到 那你可以做一下 可惡的